今天就是一個下雨天 然後 剛剛那個 就是我們Airbnb的屋主啊 他就 給我一個順風車 把我載到這個市區 Wanaka的這個市區這邊 然後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要幹嘛 可能等一下就是去 Supermarket買一點東西吧 天氣不好 然後雪場今天也沒有開 然後我又神病了 所以我昨天其實 跟狗狗玩玩 就一直睡覺 然後睡到一個覺得 不管怎麼睡都覺得好累喔 然後我昨天也沒有去雪場 因為就是真的太不舒服了 頭也很痛 然後今天也覺得 感冒沒有好 其實 那間Airbnb很漂亮 但是我覺得房間太冷了 所以我 因為他房間裡面是沒有暖爐的 只有走道有暖爐 所以我今天可能 等一下會去那個 Supermarket 還是哪裡看一下 哪裡有賣一些便宜的暖爐 不然的話我這幾天 真的不知道怎麼生活 好 所以這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說你要到這個Airbnb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 考慮 考慮一下 因為這個 睡覺的地方真的是很冷 那我現在可能就是 來這邊 因為我還要再補一些食物嘛 在Supermarket 然後 可能 去找一間咖啡廳 喝一杯咖啡好了 帶你去逛街 順便去逛一些雪區店吧 點了一個很可愛很像枕頭的東西 還有一杯拿鐵 謝謝 可愛吧 吃咖哩我覺得蠻好吃的 我離開了那個咖啡廳 而且我覺得 越來越冷了 越晚越冷 然後 一直在下雨下個不停 有點變成濕冷的感覺 我現在要去Supermarket 去買一點材料 然後剛剛那個餐廳點的那個 咖哩啊 我覺得還蠻 還蠻膩的 OK我到Supermarket 你看 New World 接下來我可能就要買個 一兩週的食物 所以要買蠻多的 所以我背了很大的包包 然後我剛才去廁所 把我的羽絨衣又穿進去了 越來越冷 還好我有帶羽絨衣出門 不然我真的會冷死 接下來呢 我們就一起去Supermarket 買東西吧 害我買了蠻多那個什麼 紅酒白酒的 結果因為感冒 所以完全不能喝 然後我室友還說 欸 你買那麼多酒 結果完全沒辦法喝啊 天啊 好啦 逛街逛街 買一點蔬菜好了 這個 菠菜一把 4塊牛幣 也就是 大概80塊台幣 這樣一袋 然後呢 這個Cabbage 就是一顆也是要 4塊錢 所以也是80塊台幣 所以我現在很 障礙就覺得要買嗎 然後可能煮個香菇雞湯吧 但是這些材料真的都不便宜耶 所以繼續管一下好了 猶豫一下 然後你看這一顆 一顆 一顆就要 2塊半 超貴的一顆耶 天啊 我絕對不買 這邊唯一便宜的東西就是 雞肉 這麼多 這樣子 10塊錢 200塊 這個這個這個超級多的耶 這樣子才12塊 哇 可能要買這個 可以吃超久的 好 那就買這個來煮雞湯好囉 12塊而已 蠻多 這個巧克力在日本賣很貴耶 這邊只要一半不到的價格 這個很好吃 這是我在Miseko的時候很愛買的 尤其是這個趴樹高的巧克力 好了我拿超多的 shopping了 快要一個小時 我應該差不多已經可以 不用再過來了 買一個超級多喔 今天呢我的室友 他在雨中上課上了兩個小時 學場沒有開放 所以他們就只能 戶外上課 然後今天下大雨 結果竟然他們就在雨 雨中上課上了兩個小時耶 所以他現在 襪子姐都濕了很想趕快回家 因為店員很可愛 好 今天 在雨中上的是什麼課 教學啊 喔就是互相teaching嗎 對啊 互相teaching啊 那個教練也在淋雨嗎 全部人都在淋雨啊 好像很凍 我們剛剛叫了計程車 現在要離開Supermarket囉 終於我已經在這邊一個多小時 誇張 I think I'm gonna die soon 現在我的襪子裡面全部都失調了 好可憐 為什麼我要那麼可憐 為什麼沒有去有就是遮遮的地方啊 因為我有很多人啊 我們有三十個人 哦沒有沒有地方可以去 沒有 對 也太奇怪了吧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公園當作是slope了 怎樣子做 做照神 誒那有拿板子嗎 當然沒有 我拿板子沒有用 就是沒有拿板子假裝 沒有沒有沒有假裝 誒那Akira 你今天的indoor session在哪裡啊 我在早上去water edge一個beer裡面 所以你沒有淋雨 我完全沒有 所以這邊是ski的Level 3 然後這邊是snowboard的Level 2 snowboard沒有人心 接下來呢我來到了一個很像日本homemack的地方 也就是台灣的特立屋啦 因為我之前說過就是 我的房間實在是 有夠冷的 所以我現在要買一台小小的暖爐來fix這個問題 出國還要買暖爐 50塊 50塊不是超貴的嗎 很便宜耶 50塊是1000塊台幣嗎 我以為1萬 換算錯誤已經 已經病奄奄到那個頭昏了 你知道嗎 不要買到太 買最便宜的在我的頭 臉那邊就可以 就是這一台了 決定 希望我的房間可以暖一點 第一次出國還買暖爐 真的很好笑 所以大家 那個Airbnb要慎選 雖然Airbnb很漂亮 但是呢 就是一個超級冷 買完heater了 現在呢 我們 現在要去雪具店 然後我要買一個 安全帽 因為我的安全帽太破爛了 在Niseko 已經用了3G 所以我覺得 要換一個好一點的安全帽 不然的話 因為安全帽也是有壽命的嘛 所以現在去買一個 帶你去逛雪具店囉 現在 就是正在走路去 雪具店的路上 等一下我回家的時候 跟你分享說我今天 買了一個護手霜 其實還蠻貴的 但是呢 我就是一個護手霜 跟body lotion的freak 很愛一直買 每次 尤其是來到 來到紐西蘭的時候 就會一直 瘋狂的 囤護手霜 你知道嗎 因為 我們就是滑雪的地方 都是很乾啊 所以一整季 每次一個冬天的時候 手就會變得 整個老十歲 你知道嗎 那個手真的很誇張 所以護手霜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目前用的護手霜呢 都還沒有用到一個 我覺得 非常非常好用的 我們現在走在這個 這個路上 喔喔喔 很漂亮 很有feel耶 你先等一下好不好 拍張照 哇 這裡風景很美 給你看 這條路真的是還蠻夢幻的 喔 很漂亮 我突然經過一個家 我去的好漂亮喔 偷霸人家家 你看 然後這是車庫 哇 好夢幻喔 然後因為他後面就是這個 這個山的景色 這一個人 也太幸福了吧 哇 你看他下面 好漂亮喔 我整個人像香巴佬一樣 哈哈 雖然這已經是第二次來 這個 Wanaka 但是 還是覺得很漂亮 這是一個看不膩的風景 你知道嗎 每一次看都還是會覺得很漂亮 就像每一年回到Niseko 有時候 再看到洋堤山 還是會覺得很漂亮 所以 我就是 可能風景比較沒有那麼快看膩吧 哇 你看這個家 這個家 也好漂亮喔 什麼都漂亮 好漂亮喔 到雪居店啊 選一頂安全帽 OK 我剛剛 買了一個Goggle 我覺得很便宜耶 因為剛好就是有折扣嘛 所以說 比日本還要便宜很多 雖然他不是Agent Fit 但是 是可以Fit我的臉 我覺得還OK 然後 價格真的便宜很多 Anon的Goggle天哪 好我回去 下一集再做開箱給大家 現在我要去找那個安全帽了 下一集我就一併做開箱 來到了下一間雪居店 喔 這一班一定也很多 我的帽子 我的帽子 好的 我剛剛已經買好了安全帽 然後我現在 帶大家逛一下這間雪居店 就是如果你有來這邊上課的話 就是如果你有到一間學校叫做Rookies的話呢 你來這邊買東西 就是會有八折 但是你要 你要先是他們的學員喔 那這間東西其實蠻多 但是現在已經他們淡季了 所以 貨沒有到很齊全 很多安全帽都已經沒有size了 反正這裡的雪居店超級多間的啦 所以我覺得 也不用特別一一介紹說有什麼了 你就是如果有來的話 你自己去逛就可以了 那Rookies是一個 訓練 訓練就是滑雪的一間學校 那你只要有參加他們的訓練課程 就可以拿到他們的衣服 他們就會送這個羽絨外套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徽章呢 就代表說你是Rookies的學員 所以你只要穿著這個羽絨外套呢 來這間 來這邊的話 他們就會自動給你打八折 那我會把這間學校的information呢 打在資訊欄上面 然後你就是自己再參考一下這間學校啦 那現在我 我已經全部購物完畢了 要回家了 然後剛剛打電話叫了這個計程車 是Yellow的 那這個 其實這個計程車呢 有沒有看到他 車上都有那個電話號碼 所以其實 你如果坐比較遠的話呢 打電話叫計程車 是 非常非常方便的 然後他們很快就會過來 然後我們剛剛逛完了這個學聚店 打電話叫計程車也只要 他說十分鐘嘛 十分鐘就過來了 然後我會把計程車的網站也是放在下面 就是如果你有來 瓦娜卡滑雪的話呢 就可以參考看看 那 這裡有兩家蠻大的這個計程車公司 一個是Yellow 然後一個是 一個是Wanataxi 你可以參考看看 他們都來得蠻快的 然後 這邊的計程車的價格 其實沒有到很貴 我覺得 比 Miseko還要便宜很多很多 可能因為這個不是雪地的關係吧 就是一般的路面 你知道 因為你Syclo的距離 短短的距離 可能就要 兩千多塊日幣吧 就幾乎就 大概十分鐘車程 就要兩千塊日幣 但是這邊 十分鐘車程大概一千塊日幣 所以我覺得差蠻多的 這邊是 較接著車程還OK的 好 可以看一下外面的景色 已經 快要天黑了 那等一下回家呢 就是做個晚餐 今天就結束了 我終於有出門的感覺 因為前兩天 一直都在家裡面 冰炎炎的 我到家了 哇 這個暖爐很暖 我覺得很感動 我想今天吹著這個暖爐 我應該 明天就不會 明天我的感冒應該就會好了 好 現在要去 做晚餐 那明天要去雪場 到時候呢 你們 再給你們看這個 Cardona雪場 我再好好的介紹他一下 OK 今天到這裡 影片到這 希望你喜歡囉 掰掰